不同于以往 这一季的节目可能会更加谨慎 因为他们牵涉到一些敏感因素 节目组可能会更加巧妙地通过事件和嘉宾的态度来引导舆论的走向 而不是公开明目张胆地搞事情 这种方式能够让嘉宾之间的矛盾更真实 戏剧化的冲突可能会减少 但正能量传播会被放大 他们的目标是保留正能量的一面 同时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 这种情况下 用又当又立这四个字来形容似乎在合适不过 最新一期节目的矛盾主要出现在导游小王和大姐秦海璐身上 而另一位看似不太懂得控制火候的小妹则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节目前半段主要是一系列硬性任务 缺乏足够的看点 然而当他们来到丽雅的最繁华的地方游玩时 晚上8点30分 一切变得有趣了 从这里 观众可以看到嘉宾们的体力和情绪都还不错 开始拍拍拍 兴致勃勃 然后 他们前往王国中心 在九点整俯瞰整个丽雅的 这是一个壮观的景点 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情绪 然而 当他们于十点整到达林音大道时 大家开始感到疲惫 游玩的心情下降 林音大道对于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但对于上了年纪的秦海路来说 似乎是一场折磨 他对旅行的目标非常明确 不喜欢随意行逛 而其他人却不太了解他的需求 这时 王安宇主动提出寻找游览路线 依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然而在参与卡丁车活动后 秦海路 秦岚和迪丽热巴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而王安宇 胡先旭和赵昭仪则表现出兴致让然 因此 大家不得不为了融洽的氛围而继续参与活动 尽管秦海路已经感到非常疲惫 这种情况下 王安宇没有充分考虑其他人的需求 导致了一些紧张气氛的产生 在这个过程中 秦海路一直保持着克制 没有过多发表意见 他对行程有明确的看法 但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或与导游分享 因此导致了后来的一些冲突 这也让他难以表达自己的不满 因为他没有参与制定行程 不过 第一天行程结束后 王安宇主动询问了秦海路的感受 并承认了问题 这表明他愿意改进 并更加关心嘉宾的需求 此外 第二天转场前 迪利68表现出了出色的导游素质 他为大家准备了早餐和咖啡 提高了整体的效率 这也表明导游在了解嘉宾需求 和提供更好的服务方面 可以有所改进 总的来说 虽然节目中出现了一些紧张局面 但我们也应该理解导游们的难处 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验 尤其是在处理一群嘉宾时 需要更多的细致如微和周全考虑 此外 他们也是旅行团的一员 也希望享受旅行的乐趣 因此 我们不应该过度指责他们 而是鼓励他们改进 和更好的理解嘉宾的需求 最终 这一季的花儿与少年 可能会更注重团队协作和沟通 以确保嘉宾的需求得到满足 同时也保持了综艺节目的娱乐性和争议性 这种新的取向 可能会为观众呈现 更多真实的情感和人性 让节目更加吸引人 这也是综艺节目的一种创新方式 旨在提供更多深刻的娱乐体验